今天是霜降 一早起床就在下雨 于是把家里面所有的花都搬出来 让他们吸收秋天的这最后一点雨 昨天晚上我们家的德木 把我妈妈的鞋子脱走并且咬坏了 这是他长的一岁多以来第一次咬鞋子 我妈妈说这是狗在报复它 因为我爸爸老是想带狗出去散步 我妈妈总是不愿意带狗 所以狗就用它特有的方式表达了它的不满 吃过午饭 突然就刮起来大风 有点似乎的冷 突然就很想冬眠 有没有人和我一样 特别特别不喜欢冬天的 因为冬天树叶也掉了 花也不怎么开 我总感觉少了一点生机 其实最主要的还是特别特别的冷 冷的不想动 我妈妈说冬天都来了 他们要回家了 我跟她说 羊子都没吃了 回什么家呀 前几天朋友们说 这个菜虫可以抓来喂鸡 上个星期天我们家刚好买了20只鸡回来 所以今天来抓点菜虫 看看鸡到底吃不吃这个虫子 为了让你们看得不那么毛骨悚然 今天我专门找了一个夹子过来夹虫子 今天的收获就这么多 喂鸡去了 我妈妈还扯了一大把白菜 一起拿过去喂鸡 看鸡到底是喜欢吃菜叶 还是喜欢吃虫子 我把虫子和白菜放在这儿 暗暗观察了十几分钟 就这只黑鸡吃了一条虫子以后 就不再对虫子有兴趣了 这只黑鸡是我自己孵出来的 看那只黄鸡在你看了半天 还是不吃 他们根本就害怕吃虫子 也就是说养殖场出来的鸡 它就不知道虫子可以吃